老蕭說是違規攻於你 我又看到那個新聞 我覺得他太客氣了 我覺得他太客氣了 我覺得是兩位真的也敬得很大 應該是說這個節目本來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然後老蕭在裡面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跟又加馬 就是主神 然後大部分是他們在講評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我只是串起 大家的就是叮叮咚咚 總把每個區塊把它串起來的人 我覺得大家各司其職 然後我覺得老蕭 你 老蕭 你才是重要的人啊 還有Yoga 你也是 我們就不要 我覺得他是太客氣了 以及謙虛 不過他也透露說他這次主持會 打三位女藝人 其中一位是你 不是 不是 因為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接到通知 然後到時候就看到我在那邊 不是不是 但我其實也有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我也很好奇 因為 連我都不知道 他要做什麼 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 當天 到底會發生 對… 這口風太緊了 問不出來 可以拿幾個獎嗎 我覺得先 我覺得 有鑒於之前的經驗 就是有一年我就入圍三項 我想說 哈哈哈哈 怎麼樣有一個吧 結果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 今年就秉持著 因為我每年都會把一個得獎的小超拿在手裡 想說隨時可以上去講 都沒有用到耶 所以就想說 今年就是要挖整個大放空的進去 對 那服裝上呢 也大放空 沒有…不行不行 服裝上還沒有定裝 一剛開始是密大腿 對 對 是什麼部位 身體的部位 身體的部位 器官哥 下一個很會寫一些皮障啊 那種的 沒有… 下一個有器官嗎 好像目前… 目前應該要再前往下一張 因為一張一個部位嘛 因為現在都還在這一張之內 但是可以預告一下 就是這一張專輯 哇 華麗 陣容華麗 就像一個演唱會有沒有 主角算是最不紅的 但是後面的編曲啊 製作人啊 作曲啊 作詞啊 厲害 跟金曲講全部都有關 對 就是你竟然看到這些人 想說 什麼 什麼 他幫了我… 蛤 這樣子 蛤 欸 欸 欸 這個是 又剩 男男女女 大亂鬥 可以說這個 這張專輯可以說是金曲大亂鬥 對 就是 哇 邁向金曲三一 的 的 的 就是 就是 邁向啦 邁向啦 人有夢 必要有夢想嘛 好